朗佳 真的好奇怪 朗佳明明已经认定 月轩是内奸 为何今天又赶走了 尚师傅 用不着我们动手 他们就起了内讧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我担心 这一切都是他们 有意为之的 你是说 朗四年动用家法 处置自己的儿子 又把多年的爱将 逐出宫坊 是做给外人看的 施老板 我就是担心 我怕这事迟早有天暴露了 又或者现在是不是 就怀疑到我身上了 我不想干了 我在宫坊整天提心吊胆的 这日子真是不好过 要我们这儿 这一阵子 has to be yer 是 了 这一阵子 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 isn't it 有事 我也有事 你别不少 朗家再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欣乔 你给我盯紧一点 事成之后 你跟你爹的后半辈子 我全包了 真的 一定 这边 雨萱 你怎么还不好起来 全家人都在担心你呢 海棠 海棠 你别走 你别走 海棠 我是妙兰呢 你们干什么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们朗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误会了 娘 误会 我全都看到了 娘 这是怎么了 这个女人 拉着月轩的手 趁月轩睡着了 还想抱她 不是这样的 娘 您听我解释 收口 太太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朗家的事 你稍管 走 娘 别跪我 去跪月圆 妙兰错了 娘 你这么做 对得起死去的月圆吗 你不知道女人要守妇道 你这样做谁会看得起你 娘 是月轩 月轩她一直在喊海棠的名字 她拉着我的手 我挣脱不开啊 娘 娘 月轩一定是把我错认成海棠了 你要相信 不要跟我说这些 男女受受不欺 如果不是你心眼不正 能让她拉住你的手吗 不是这样的 娘 你不是很羡慕 海棠拿到了朗家的凶书吗 我现在就给你 娘 娘 您别赶妙兰走 无论你怎么骂我 打我 罚我 妙兰都甘愿承受 但您别赶妙兰走 妙兰从小就嫁进朗家 才万别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您要是赶妙兰走 妙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娘 您别赶妙兰走 您看在妙兰 伺候了您十几年的份上 娘 好了好了 你的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 不要再装了 你这几日哪儿也不许去 就在月轩的面前 好好反省一下 月轩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我做什么了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听娘说 你拉着人家妙兰的手不放 要抱人家 你以后让人家妙兰怎么出门啊 不可能 我刚才什么都不知道 我 我还以为 你以为谁啊 你呀 真枉费人家海棠的一片心意 他还四处奔波 到处为你找证据 想洗洗你的罪名呢 不是哥 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发生 什么事都怀疑我呀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得问问你自己 月轩 我来是想告诉你 那个内奸已经找到了 就是新桥 真的是他 有证据了吗 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 那这样 先别轻举妄动 让他继续留在工坊 说不定还能通过他 可看世纪粥的动向 我药还没喝呢 还疼吗 苦吧 快喝 娘 你别怪罪嫂子 这事都怨我 我自有分寸 你不用为他求情 是我把他当成了海棠 才引发的误会 你还好意思说 还在我面前提海棠 你是要把我气死你才高兴啊 娘 我怎么可能想气您呢 我只是不想因为我 毁了嫂子的名声 你坏的不是你嫂子的名声 是我们朗家的名声 你消消气 是我错了 月轩 你一直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怎么会因为这个顾海棠 变得这么不管不顾了呢 我想 acknowledging mia行 dicho 아침 二三 最常见学来 你出去 你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谢谢爹 坐 是爹冤枉了你 子不孝 复制过吗 跟您开玩笑了爹 严妇出孝子 您打得好 贫罪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怀疑 最后还是海棠打动了我 只是这次多亏了他的坚持 爹老糊涂了 您可不老 您生气的时候那气可大着呢 没完了还 跟爹还要记仇啊 我哪敢啊 你以为我舍得吗 我知道 行了爹 这件事就过去了 咱不说了 我来找您 是想跟您商量件事 说 朗丽春 我哥也试用一段时间了 上上下下都守 所以 我想把我的工作 交给我哥去做了 撂挑子呀 你大哥的性格 有些自卑内向 涉事不深 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 会搞得你们兄弟俩 在感情上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不会的爹 我就是觉得 我哥需要一个锻炼的机会 可是在这个档口下 甩手不干 不合适吧 不合适吧 您放心 我离开了这段时间 我也不会闲着他 该回来的时候 我自然就回来了 你不想了 不能老这样 随着性子做事 我知道 是啊 海棠 你帮我记一下吧 海棠 你这次揭发上师傅 真勇敢 是啊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就看不得坏人当道 如果被我知道上师傅 还有同谋的话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是啊 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不过 这次朗家损失惨重啊 试服试货还不一定呢 施济州的那批货 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那个配方中 含有麝香成分 少量麝香对常人没有危害 就怕孕妇的体质 因人而异 容易发生意外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好奇 我就问问 大家放下手里的活 都过来一下 来 今天呢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接下来 我的哥哥 朗月明 将会接手我的工作 带领大家 让朗里春再闯辉煌 以后朗里春大大小小的事务 你们可都得听他的了 怎么 你打算离开呀 通过这次这件事呢 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管理工坊 正好 我也可以去做一些 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 好了 大家都提起干劲来 让我们一起欢迎 谢谢 海棠 你还在这干吗 我想去海棠园住一段日子 我刚刚就想问你 不是已经真相大白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难道 老爷还不相信你 是我自己想走 那 那你要走了 工坊怎么办 工坊有我哥呢 他能管理好点 我们刚把那件抓出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世界周一个教训 我们还要去完成定箱工艺呢 所以我相信你啊 我相信你的能力 一定能处理好一切的 好的 那我 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你 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加油 太太 您真好看 这胭脂扫在脸上粉嫩粉嫩的 您真是天生丽质 太漂亮了 就你最甜 等十航路出了新款 这盒旧的就归你了 真的吗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太太 您真是个大好人 太太 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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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于使用了过两的射箱 导致的流产 幸亏发现了及时 要不然连大人的性命 都有危险 射箱 这家里哪儿来的射箱啊 您回想一下 这些天 太太都接触过哪些东西 尤其是护肤品 吃的之类的 大帅 太太一直用这个胭脂 会不会是她的问题 太太一直用这个胭脂 没错 就是她 这个胭脂的成分里有射箱 虽然含量不高 但是由于太太 每天都使用 并且太太体质 本身就虚弱 这才导致流产的发生 这胭脂哪儿买的 是 是 航路 别动 大帅 你施加了胭脂害我俊了后 老子饶不了你 大帅 这肯定是误会 你有话慢慢说 那是我龙家的一条命啊 要真跟你有关系 我就扒了你的皮 把他带走 是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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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地方啊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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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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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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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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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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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砸 上码头 把施加所有进出的货物 全都给我封了 是 阿文 阿文 你重算回来了 你爹被龙豆水抓进大牢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别着急 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起悦阿文 你想办法救救你爹 放心 放心 我拖我所有的关系我送你 你把我爹救出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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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你慢点说 怎么了 那个华吉利 他吵着要退货 把本来都提走的货 他又运回到仓库 结果 结果怎么了 你说呀 龙豆水带人 把那批货给扣了 说要运到广场 全部销毁 各位乡林 各位百姓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些东西 就是近日来 迫害我们溃洋百姓的毒烟制 我龙豆水驻守溃洋 就是为了保护溃洋百姓的安飞 这次的受害者 我也是一个 所以呢 我是绝不允许这样的破烂 再祸害我们溃洋的百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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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啊 阿文 你冷静点 走 走 都给我出去 谁 谁弄我都不实行 怎么 要把我也赶出去 什么话 过来吃饭 赶紧的 来 坐下 来 吃饭 我给你夹一口啊 快 尝尝 我吃不下 爹 我知道小英娘的孩子没了 你心里特别地难受 但你也不能总这样硬撑着 连口饭也不吃啊 莫华 爹这几天也在想 是不是我违背了你娘的遗愿 她生气了 所以 我才有这样的报应 爹 你就别瞎猜了 娘她为人善良 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 肯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的 爹 咱们父女俩 好久都没有像这样 坐下来聊聊天了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您总是把我当男孩子一样 天天给我穿男孩的衣服 教我打枪 还让我骑在您脖子上骑大马 可莫华不争气 您越是把我往男孩打扮 我就越想做女孩 有好几次啊 偷偷换上女孩的衣服 被您发现了 您还不忍心打我 后来 就找人往我衣服上绣了朵花 还说我那么穿最好看 你那么穿 是蛮好看的嘛 好看什么也好看 我那么穿 都被小伙伴嘲笑了好几天呢 不过后来您知道了 就给他们每人都做了一件 一模一样的衣服 还比他们全都给穿上了 你爹我 有那么傻吗 傻不傻我倒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疼我的老爹 孩子 你娘走得走 爹只知道疼你 对你关心不够 你不记恨爹吧 不恨 只要爹喜欢 我现在就可以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样子 什么拍海报 什么代言人的 我通通都不要了 我只要每天这么陪着爹 爹开心就行 真是爹的乖女儿啊 爹 我知道您一直想要一个男孩 可梦花不争气 梦花是个女孩 让您失望了 不失望 不失望 你对我注定就没有儿子 我也不要儿子了 有一个宝贝女儿 我知足了 爹 你干什么胖子 你站起来 你别别别别别 你别动我 不是 有什么话你起来说行不行 月轩 兄弟我求求你 救救我爹 行你起来 起来咱好好商量行吗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跟你说 你那你 Nixon 他怎么想要去哪儿子 你呢 你崩潺 你又计得了 你 你怎么办 你还钱 你得罪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爹的不对 他成天跟你们朗里春作对 可我爹再烦人 他也没有双杀抢掠 算不上最大恶极之人 月轩 咱们两家说白了 也就是生意上的恩怨 朗伯父这么通情达理 他也不忍心 看我爹就这么丢了性命 你就帮我求求他 兄弟 我欠你的 这辈子 下辈子 下辈子 我做牛做马都还你 行了 你啊 别再去砸龙得水的场子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 您答应了 我考虑一下 我 我给您喝一个 谢谢 别着急给我 谢谢 说我答应了吗 谢谢 我没把握啊 我知道您可以的 你要不可以跪着吗 你 您先醉好了 等我什么时候 把这事办成了你再请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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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都被烧了 嗯 华买办订的货呢 本来是要运出码头 销往海外 可是知道出事了 他就直接给退货了 然后龙得水 就派人把他拉到了广场 一把火给烧了 唉 准是惨重啊 是啊 十几周这一次 是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面 我们不战而胜 看来月轩的坚持是对的 锦涉定香的工艺 的确有风险 爹 来了 柜子 月轩 坐 爹 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嗯 爹 你们先聊 我工坊里面呢 还有点事情 我先过去了 好 爹 施行路出事 您怎么看 喜忧参半 老天帮我惩罚了 施济周固然是好事 但牵连到的 却是红艳的生意 老祖宗留下来的 这点好东西 被施济周给糟蹋了 您说的极是 所以今天 我希望你帮施济周一把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您没听错 现在能去求龙德水的人 只有您了 好 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救他 爹 我知道这次 他是最有应得 他脱了我们的配方 挑拨我们的关系 可是他做的下三滥的事情 又何止这一件呢 我曾经不理解 您为什么纵容他 仔细想来 这一切都是商业竞争吧 我觉得 没必要要了他的命 是不是 我们朗里春 还有诗航路 之间的竞争关系 是恶性的 对谁都没有好处 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 这一次算是老天有眼 这件事你不要再提了 我不找龙德水去重罚他 已经算是我仁慈了 来来来 把车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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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 我就知道是大马 猜错了吧 来来来 再来 来来来 给钱给钱给钱 还要小 还要小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谢谢啊 大叔 老爷 老爷 您没事吧 老爷 又猜错了吗 再来再来 来来 石毫路线的情况如何 龙德水派人 把咱店给砸了 华吉利那批货怎么样了 老爷 这时候 您就别管这些了 你人 最重要的是 你人没事 我问你华吉利的货 究竟怎么样了 说 货 货来到广场 一把火给烧了 老爷 现在怎么办 你说这出事的 是龙德水的小姨太 我怕 我怕他要你 他要你 尝命啊 一定会有人要我的命 不过啊 也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命 老爷 你有办法了 你给我想办法 把这封信 交到朗思年的手里 朗思年 他和咱们一直是死对头 他 他会愿意出手相救吗 愿不愿意 还由不得他 爹 实际周确实做得过犯 但罪不至死 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生之不武了吗 多行不义必自毙 罪有应得 可是这样连累的是朗家的声誉 如果我们让他亲自承认自己是偷窃 让他亲自指认出谁是奸细 这不是更好吗 朗家名声的确受牵连 不过 唯一可以为朗家证明的 就是推出新的定箱工艺 来替代摄像 爹 这个您放心 新的定箱工艺 我一定会做出来的 但是我还是想求求您 救救他 你这是在跟我讲条件吗 老爷 这是施老板送来的信件 去吧 去吧 好言无耻 是季周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 不就是半可怜放狠话 让我去求龙德水放过他 你来求我给施济周帮忙 是因为他儿子吧 这是原因之一 我还是为长远考虑 施济周确实罪有应得 但牵累的是洪燕的名声 如果他出来了 顶多是段谈资 时间一长人们就忘了 但如果他死了 洪燕燕这夺人性命的罪责 那就坐实了 那我们岂不是要眼睁睁地看着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就这么毁了吗 而且施济周是何等狠拉之人 他现在什么都不顾 光脚不怕穿鞋的 您就不怕他反咬我们一口吧 我们现在真的不至于 你跟一条疯狗同归一起 你说得对 这个时候救人 说不定 还能卖施济周一个人情 让他以后 少费尽心思给我们添麻烦 岳璇啊 有件事 你让施济周先去准备 您说 谁也别替他施济周求刑 就算是你朗老爷 我也不给面子 应该应该 我也只是好言相劝几句嘛 冤家以解不以解呀 看来大帅心意已决 要说这个施济周也真是该死 害人不浅 我都替大帅你抱不平啊 那你还替他求什么情啊 我这还不是替大帅着想吗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大帅失去了儿子 与施济周不共戴天 杀他十回都不先躲 但是老百姓不清楚啊 他们只看到施行路被砸了 红燕烟炙全烧了 施老板被毙了 至于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时候必定以讹传讹 怕就怕老百姓越谈论越高兴 不知道会把大帅和施老板的恩恩怨怨 编出多少个版本 这实在是有损大帅的英明啊 而且杀了施济周对大帅来说 不过也不过是一时的痛快 并不能真正弥补您的丧子之痛啊 照您的意思 我要不杀他就能 弥补我自己的狮子之痛了 他施济周的命 抵不上您幼子的千分之一 杀了他也未必解气 不如留着他的命 让他年年给您上贡君相 岂不是既出了这口恶气 又能在百姓心中 留下个宽厚仁德的好名声 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啊 你跟他不是死对头吗 你这么为他说话 你图个什么 他死了 谁躺我的对头啊 他死了 施济周也知道自己罪无可恕 但他确实 不是有意和大帅您过不去 这不为了表示他道歉的诚意 半个家当都在这儿了 请大帅笑纳 他从来的钱 我自当赵丹全手一分不留 只不过老老板你记得 我是给你面子 施济周他记得 他还欠老子 一条命 一条命 以锦涉定香的传统工艺 经过人工精细加工 虽然保持了精致 但同时也有 留香不持久的缺陷 如果是采取香水 龙咸香以及涉香 与涉度身上 气线里的分泌物 或者是某种带有香味的 有机物 再采用蒸馏法 或者直锡法萃取 不知道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想什么呢 海棠 岳明 明知道工坊里面有奸细 却找不出证据 把他抓起来 还白白让尚师傅 被大家误会了 真是让人心骄 工坊被我管成这个样子 我也真是惭愧啊 世家出事 连累到红燕的声誉 是啊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突破红燕定香工艺 为朗家真正的红燕胭脂证明 可是我只懂一点草药的习性 还有一些普通的研制方法 对这些化学器具 一点都不懂 看来还是得靠月轩 老爷 老爷 爹 老爷 你终于没事了 我也没死 你们难过什么 爹 咱们上车回家吧 我不回去了 我要到店铺看看 你带着你娘先回去吧 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世老板 我真不知道红燕胭脂 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您饶了我吧 你不知道啊 那我也不知道 只有朗家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 朗家人原来就知道 红燕胭脂有问题 故意给咱们下的套 朗思念 这次你费尽心机地 没有整垮我 接下来 我就要让你尝尝苦头了 把这个给我放进 朗里春工房的 实验室里面去 这是什么 会不会要人命啊 是炸药 不行不行不行 这会搞出事情来的 这要人命的 那你觉得我出的事 还不够大吗 我不敢 你不敢 你爹的事 你不想管了吗 你帮我做的事情 我一向都守口如瓶 谁都没有说 我会走到这一步 也是被逼的 是你害的我 这么被动的 你现在不管了 那将来走上绝路的人 就是你 月薛 你看 这两天的海棠 开得特别好 你就打算一直待在这儿 对啊 我现在每天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特别的好 我觉得我整个人 都精神了 朗里春你不管了 红颜烟着你也不管了 朗里春不是有你跟我哥了吗 世行路出事了你知道吗 研究定箱工艺 找证据抓心巧 这些事情都等着你回去做呢 可是我 在这儿还没出够呢 那你说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月薛 现在工坊里只有月薛一个人在打理 虽然她什么都不懂 但她都是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是你呢 你看看你每天在做什么 睡大觉无所事事不思进去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老月薛 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海棠 海棠 看她